有时候,人就是缺少一点点机会,于是,姚明给了他这个机会,他在CBA打球,亦是无法打出超强的表现,甚至只是一个替补球员。 但是如今他在亚运会决赛上拯救了中国队,瞬间变得大红大紫,很快,他还即将拥有加盟NBA联盟打球的机会,在9月1日晚上的亚运会南篮决赛,中国队在上半场落后十几分的情况下逆转翻盘成功,最后还赢了超过10分,成功赢得南篮亚运会冠军。 拯救中国队的小伙子们,有周琪,有赵瑞,有方硕,还有帅气,而又爆炸的阿布都沙拉木。 阿布都沙拉木昨晚一人3分95中4,轰下全场最高的20分,为中国夺冠立下了汗马功劳。 上赛季在CBA赛场,阿布都沙拉木,还是一名坐穿板凳的球员,只有场均6.8分加4.1篮板的数据,但是在国家队,在亚运会战场上,阿布都沙拉木可以说是媲美周琪的表现。 周琪过去一年在NBA和发展联盟打球,进步了很多,本次亚运会之中,阿布都沙拉木的亚运会,总得分只比周琪少8分,已经进步到紧追周琪的步伐。 从CBA的默默无闻,到如今亚运会的大红大紫,阿布都沙拉木,又是一个逆袭的故事,还是姚明助习改革做得好,两支国家队竞争,这给了更多年轻人机会。 阿布都沙拉木就是凭借这一次国家队亚运会之旅,成功逆袭,走向人生巅峰的。 阿布都沙拉木实力全面,能远投三分,也能突破强打篮下,还能被身担打,小伙子能力还得到NBA金州勇士的青睐,邀请他打夏季联赛。 就在亚运会期间,中国篮球记者宋翔,在微博曾经爆料,已经有NBA球队正式邀请阿布都沙拉木参加NBA期前赛训练营。 NBA联盟的球队想让阿布都沙拉木进入NBA发展联盟打球,像周琪一样进步。 最好的消息是,目前阿布都沙拉木还没与新疆南篮续约,中国球迷都希望阿布都沙拉木能去NBA和发展联盟打球。 这样,中国的周琪、丁燕宇航和阿布都沙拉木都有可能在美国打球。 送上球迷最多的一句神评论,中国字母哥,赶紧滚去NBA打球,去了就别回来了。 阿布都沙拉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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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